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是刚被诊断出幻想糖尿病的人 长期糖尿病患者 或者是天生患有一型糖尿病的人士 都需要定期督手指炎血糖 督手指听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注意 现在有学者研发着新的技术 希望可以简化患者自取血样板炎血糖的程序 并增加结果的准确性 而且不用再督手指 苏瑞珍报道 对于不少糖尿病病人 督手指炎血糖指数 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纵使有万般不愿意 或者是惧怕针头 但为了监察身体有没有毛病 都没办法 有些人可能要天天督手指炎血糖水平 有些可能炎的次数会多些或者少些 但无论次数有多频密 不少糖尿病的病人 都会觉得督手指炎血糖水平很麻烦 在2021年10月 医疗科学家为这群病人 带来一个好消息 美国崩直凡尼亚州州立大学的科学家 程环宇博士和他的团队 经过一年半的研究和实验 开发了一种 飞入侵性的血糖传感器 可以实施策略汗液中的葡萄糖水平 将这个数据传到监察血糖水平系统中 这个传感器用了石墨烯 即是由碳原子制成的薄膜制造出来 它的好处是巨度电性 可以担当到传递生理信息的角色 但由于它本身对葡萄糖不敏感 于是研究团队就在薄膜上加上妆裂 涅对葡萄糖会有较强反应 就可以检测出汗液中的葡萄糖指数 传感器会因此发出信号 让监察系统显示葡萄糖指数 这个传感器最大的好处 是帮助糖尿病病人无需咳手指 毛痛检测身体血糖指数 另一好处就是 有时医疗人员要帮小孩测量血糖指数 但小孩更抗拒督手指 当可以用汗液去监测血糖 小孩可能会没那么抗拒 亦有部分人 他们的伤口恢复能力较差 频繁地督手指 令到他们一个伤口未复完 又造成了另一个伤口 督手指实在令人感到不快 程环宇博士就提到 他们现在智力提升传感器的效能 希望可以做到立升分量的汗水 已经足够传感器监测到汗水中的葡萄糖水瓶 我们仍然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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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他们团队不是唯一一队人去研究穿大色的葡萄糖监测工具 不过程环宇就说其他人在做的研究 很多都会使用梅去偵測葡萄糖量 但梅本身不够稳定 温度高低和外围环境的酸碱度 会影响偵測准确率 于是他们选择用猎来代替梅 暂时这个血糖监测器仍在研究阶段 整个装置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传感器 另一个就是显示葡萄糖水瓶的装置 每个传感器暂时可以用一至两次 而监测装置则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事实上 研发这个感应器并不是团队的终极目标 研究传感器只是第一步 他们并不是单单想解决糖尿病病人 要长期督手指的问题 而只是借这个研究 了解体外装置 如何可以监测身体内在状态 他们的最终目标 是想提升体外装置 反映佩戴者身体状态的技术和准确度 是感觉到的性格区 所以我们也设定提供 我们也设定能够用处理 所以我们也设定能够用处理 或者用处理能够用处理 使用处理能够的时间 那么多时间 我们不需要用处理 或使用处理能够用处理 那可以更加帅助 在我们的地方 我们也设定能够用处理 或者可以做到更容易 像是实际的地方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顯示 糖尿病患者在全球數量超過4億2200萬人 其中大多數人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地區 每年有150萬人的死亡是和糖尿病扯上直接關係 不少科技公司都研究如何更便利地偵測血糖 就好像有智能手錶製造商 就嘗試將監察血糖的功能加到手錶 只要佩戴手錶就可以在手錶上見到葡萄糖指數 團隊現在積極研究如何降低傳感器的製造成本 他們以每個傳感器成本價1美元 監察器以約300至400美元的成本價做目標 透過較相宜的造價 讓這種裝置普及令到不同階層的人都可以受惠 今日節目時間又到此 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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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再見